汇聚全球顶尖织袜 针织 内衣 缝制及服装机械 为专业观众提供全面及提高生产能力的最佳采购 和了解最新行业信息的平台是两大展会的宗旨 雅士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志贤介绍 本届展会不仅在规模上将有所突破 展区设置也更为人性化 比方说今年的展览会我们会从三天改成四天 另外规模上也比去年有一定的增长 主要就是说除了针织机械以外 我们今年增加了缝配的部分 那等于说除了针织机械 今年自动化的东西就是缝纫的东西 也会展出在展览会里面 今年其实展览会除了展触机械以外 我们同期有很多的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介绍有关协计桥流 有关品牌管理的一些专业的论坛 经过多年的培育 两大展会已经成为袜子 针织 内衣及服装机械设备行业的新技术 新工艺的风向标和产业发展的晴雨表 对衣物会展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打造重要的国家级会展平台是目前 我是开展国际贸易中和改革试点和两区六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大的力度 更优的政策 更高的要求和更好的服务 努力培育和扶持 国际挂子 针织及燃整机械 展览会等专业展会的 做精 做墙 助推衣物会展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 这两大展会已经服务纺织业13年 一直致力于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 提供最新最全的技术及设备的支持 是袜子 针织 内衣 服装行业专业人士必到的国内展会之一 本届展会预计展出面积达15000平方米 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预300家优质展商 全方位展示高效节能机械 配件及新技术新工艺 为各地买家购注一站式采购和贸易交易平台 满足各方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 商贸信息联播 记者报道